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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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语说年纪大,机器坏 随着年龄增长 很多人都觉得周身骨痛 走路无力是必然的事 不少腰椎管狹窄症的患者 都是一样 选择去忍痛 结果搞到生活质素大受影响 腰椎管一旦变得狹窄 压迫着神经线 不单止会带来痛楚 严重的话还会影响大小异变 不想再坐立不安 患者可以怎样做呢 腰椎管狹窄症又可以怎样预防呢 今集《最强生命线》 和大家一起看看 很喜欢做运动的Jacky 在退休之后 都常常跟朋友走山踢球 不要看她现在动作这么灵活 两年前就因为腰椎管狹窄症 要做手术 那时候那种鼻痛的感觉 她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 鼻头的脚趾上就像针鸡 那样小腿就直接有马 后面的屁股位是痛的 她就说你完全是很不自然的 因为肺痛到你没有可能走 她一定要找地方坐 但坐下坐下都是要痛的 她唯有起床便移动 那靠吃药 下下吃完后才硬来 这样做下做下根本就 其实我感觉上是不好的 可能试过有一两天不吃都说 那唯有就在家里坐 我可能会怕去 而且去旅行的时候我都担心 所以那段时间都不敢去旅行 连续吃了四五个月的止痛药 Jacky也担心对身体不好 跟医生说起一照X光 才发现有腰椎管狹窄的问题 需要做手术 究竟腰椎管是说哪一个位置呢 腰椎管狹窄 为什么会令人坐立不安呢 腰椎我们有五节骨 腰椎管其实就是腰椎骨 椎间盘后面的隧道 隧道最主要来说 就是我们有脊椎神经 还有脊椎神经 每一节都会有一些神经根分叉出来 供应下肢即大腿小腿 每一个不同的肌肉和感觉用途 因为老化退化之后 那些人带又有增厚 还有那些小面关节又有增厚 我们俗称叫骨刺 慢慢慢慢压抑着神经线 造成这个腰椎管合作症 黄士雄解释 从事体力劳动工作的人 一般都比较高危 因为他们经常要搬重东西 造成劳损 骨刺都容易增生 黄人带发炎的次数过多 也会慢慢变厚 就令到腰椎管变得越来越狹窄 脚痛走得久 脚痛有时都在所难免 但是麻痹 其实还要是一只脚或者两只脚麻痹 其实这个正常人 是不应有走得久会麻痹的情况 当病人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他的活动的距离就越来越短 比如最初可能走半个钟头 然后慢慢四个字 三个字一路一路地倒数下去 病人就发觉到越来越严重 可能到那时就要去看医生 黄士雄说在发病初期 医生一般都会为病人先安排保守治疗 在物理治疗之外 再处方一些止痛药 和消炎药膏、药贴 如果病人麻痹的情况严重 就需要服用神经线药物 不过六个星期之后 情况都没有改善 就可能要做手术了 传统手术通常都要三四厘米的伤口 新的手术就不需要一厘米的伤口 即是很小的伤口 很小的伤口 基本上对于背脊肌肉 就不需要有任何损伤 可能病人就不会因为日后 背脊肌肉受伤 生了痰之后 而产生背痛、腰背痛的问题 要进行减压手术 眉床技术都做得到 透过内窥镜 可以放入精细的仪器 拿走增生的骨斥、黄印带 虽然每一项手术都存在风险 但一般来说 患者都可以几快复原 所以他提醒患者千万别以为忍痛就可以 因为他在临床见过一些患者 因为痛所以少动动 最后弄得肌肉萎缩 站也站不到 这个情况就连手术都不会帮手 所以患者记得要及早求医 一般这些手术的病人 全部都是翌日 翌日就可以自己下床 接着就会回家 其实他都不会感觉到 真的有做过什么手术 这个就非常… 而复原方面 由于他基本上没有腰背痛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伤口痛 所以病人就可以很快地 例如上班 或者做他平时的事 要预防腰椎管狹窄症 保持正确的姿势是很重要的一环 从小到大 爸爸妈妈都教我们不要寒背 但是是否蹬直对脚 挺起胸膛就一定对呢 大部分人都会很常会看到的 就是一个比较放松的起发 会比较蹬直 会比较蹬直 同时盆骨也会轻前 身体伤度会轻轻压厚 看上去好像很直 但其实腰和盆骨 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承托 我们一般会建议病者 将盆骨轻微打横向后移 你会看到整个身体的重心的力量 会有改变 最重要的另外一个 就是要感受到 肚子以下的横腹肌 和盆骨的肌肉 即后面的骨骨 即时有一个轻微收紧的承托力 这个就是我们最想达到的 因为这个才可以主动保护腰椎 坐的姿势也是一样 坐得过直 一样会对腰椎造成压迫 只要放松控椎 将盆骨轻微向后船 就可以将身体的重心 拉回中间 减低身体受压 不过坐得太放松 也是错的 一坐得低 人就会转下去 所以这种生理弧度 在腰椎上完全反过了 亦有机会令腰的承托力不足 加上前方的腹肌很弱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就会和刚才反过 我们不是要求人硬坐直 因为他会用错了力量 我们要他由下而上 将盆骨轻微地摇前 不是用胸口地摇起 他的承托就会去到 比较近中间的部分 前方和后方的承托力 才会比较平均 除了矫正姿势 物理治疗师 都会用不同的方法 去帮腰椎管狹窄症的患者 轻微增大椎间的空间 减少压迫、舒缓症状 我们都会用减压治疗 就是族羽所谓的牵引拉腰 那个虽然不是直接 把肌肉接近的空间增大 但是舒缓到压力 是因为外围感的肌肉 可能会受到伸展 以至他更容易 把盆骨的位置 放回一个比较上的部分 承托力就会好些 过后我们也不会 纯粹靠一个被动的治疗 我们也会教病人 一些很主动的运动 因为运动才可以提升 病人肌肉的承托力 这个动作可以帮到腰椎向后伸展 增大腰椎的空间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做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呢 重点是在腰背这个部分 有个轻微的弧度 或者应该觉得下方这个部分 和上方这两边外側的肌肉 都有一个轻微的伸展的感觉 如是者维持这个轻微的拉力 可以保持15秒左右 每次做15秒之后 它可以保持轻松的呼吸 回上来, 头一会之后 再做第二和第三的循环 记得做的时候不要抬高臀部 这样是伸展不了腰背 重心还去了肩膀那里 可能会拉伤肩膀外側 右边的测试 我们将左边的膝肌曲起 然后叫患者揽住自己的脚 然后扶着患者向后慢慢躺下 躺平之后 隔壁的脚就自然放松就可以了 同一时间就要将左脚 完全这样向入屈 直到腰骨… 腰背是水平在床上 我们就要观察患者 这个旁边的脚 即右边的脚 前面这个部分 有没有拉紧的感觉 这个动作可以测试 宽关节屈肌柔软度 也可以帮助伸展 如果跟肩太紧 另一只脚便会凌空提起 要试试把它尽量放下来 刚才我们做了两个伸展的肌肉 肌肉放松之后 都要有适量的肌肉 去巩固整个腰椎 所以下一个动作 就是一个小腹的训练 这个动作都是躺在这里就做得到 好吗? 好吗? 其实腰部不会因为 当你提升的脚的时候 有突然间伸展或者弯曲的情况 我们会建议做大约12下的循环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腰骨不觉得不舒服 可以做三组 腰痛的时候 相信大家都会先怀疑 自己是不是拉伤了肌肉 但其实肌肉痛和神经受压的痛 有什么分别呢? 腰椎管狹窄的后果 可以有多严重呢? 我们听听神经外科医生如何说 其实肌肉痛的话 通常散播的位置比较广泛 有时候也会用一个冤痛来形容 但如果真的在结构上 在脊椎有问题的痛 通常都是一些刺痛 而且通常站坐或者走是比较差 躺在这里会比较舒缓 当然了 如果真的影响到神经线 例如很简单 坐骨神经痛 除了痛在腰里 它也会散到古部的位置 甚至乎到脚或脚底 都会有 压迫到神经 当然不止痛那么简单 例如腰椎管严重狹窄 就有机会压迫到马尾神经线 患者的腰和脚的鼻痛会加剧 甚至蔓延去到安藏部位 还会大小便失禁 我们叫做安藏的地方 或者会阴的地方 会有麻痹的感觉 其实那个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如果你想像一个人 骑马在马鞍上面 他的身体接触着马鞍的地方 就叫安藏的地方 还有可能他会有大小便失禁 也有可能的 中枢神经线 由脑部伸延去到腰椎 第一、二折就会停 变成一束神经线 一直落到脚 样子就像一条马尾 除了腰椎管狹窄症之外 一些急性的创伤 或者是椎间盘突出 都是会令到马尾神经线 在椎管内受压 如果不及时做手术减压 脚丸大小便失禁 就可能乘势跟着患者 一说到做腰椎手术 很多人都会担心 会不会引致痪瘫 其实手术的风险 是不是真的这么大呢? 其实最多常见要做手术的地方 都会在腰椎最低的量子 因为这个承受的力是最大 其实在这个位置的地方 控制主要都是脚眼 活动的能力 或者一小部分是膝蓋 所以变成在这两个位置做手术 坦的机会是接近来的 不过现在的技术 我们通常会用显微镜去做 所以变成看上去的手术的地方 比较光和放大 还有我们也会做一些神经线监测 一边看着中枢神经 一边看着神经线 如果我们有点凝固到 或者神经线有点感觉不舒服 那其实肌肉会叫 所以我们会立刻停下来 看看发生什么事 再继续进行手术 除了神经监测仪器 如果手术过程当中需要固定骨头 医生还会用到电脑导航仪器 有了这些技术 其实腰椎手术的风险已经大大降低 治疗马尾综合症 和腰椎管狭窄症都差不多 都可以透过微创手术进行减压 梁显顺提醒 虽然复原的时间短 而腰椎在手术之后都会很稳定 但最好都是等到6至12星期之后 先好弯腰搬重野 有时有机会 腰骨是感觉痛的情况也没有 反而只会集中留意到 可能是偏后腿或小腿的地方 有一些很绷紧的感觉 或者感觉上好像缺血性的 一些收紧的情况 所以患者如果有留意到这些症状的时候 都尽量提早去看医生 以至马尼兆斯 去看到他的情况 完全是腰椎的问题 还是一个小腿或脚的问题 手术呢 只要有可能的套症 手术是医生会很快地帮空间提升 位置给他有一个缓冲区 是会直接将症状减低的 但是如果手术前 其實有其他剛才我說的有法因素 就是筋腱很緊或者放鬆 或者肌肉很強或者很弱 那種平衡做得不好的時候 手術之後這種不平衡的情況 都會繼續持續有 所以我們一般都會建議做完手術 甚至如果最理想在手術之前 都可以找物理治療師 跟進去個人的情況 以致可以將手術的效果 保持更加長的時間和更加好 游水本身對腰椎病的人來說是一個好運動 但我們要留意油的姿勢 或者油的泳式 不應該讓腰椎有一個過分向前傾的情況 因為這亦會正正影響空間 能否保持有一個很好的緩衝位置 刮式的效果相對會比較壓迫大一點 原因每次當它上身和手刮起時 腰部相對都要做一個伸展 那向前的弧度正正想盡量減低 不少人一覺得腰痠背痛 就會去按摩鬆一鬆 越痛就想越大力地按壓 中醫師說 這個其實是很多人常有的貿誤 特別在長假期之後 都會有病人因為按摩受傷而求疹 好多人去泰國泰式按摩 那個動作非常大 經常有人過完節回來我們看 脖子、腰、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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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痛、特別那個都有 它這可能就是某些動作太大 把關節周圍的肌肉、拉伸 都有可能 這些都… 劍中都會有劍到 孫豐說 無論是甚麼方式的按摩都好 如果覺得力度太大 就應該跟按摩師說 否則只會令到患處傷常加傷 雖然註冊中醫師 在治療腰椎管狹窄症 都會用推拿按摩的手法 去放鬆肌肉、舒緩壓迫 但孫豐強調 醫師一定會先清楚斷症 才會進行治療 中醫的保守療法還有針灸 目的是希望可以疏通經絡 如果觀察了三個月之後 都沒有改善 就要盡快做手術了 今個月21日 就是24節氣中的小滿 醫師就是下屬作物的粒子 開始變得飽滿 小滿是夏季中的第二個節氣 天氣越來越熱 日照的時間都越來越長 但在香港這個時候 影響人體最厲害的 竟然是寒濕 中醫角度認為 濕氣分為外濕和內濕 夏天毛孔打開 再開冷氣 外面的寒氣、濕氣 就會入侵人體 遵食寒涼食物 傷到脾胃 削藥化濕功能 就會形成內濕 香港的特點就是潮濕 潮濕 潮濕 理論上講 你潮濕 你就要用去濕 清熱的藥 但在香港的特點 實際上又有變化了 因為香港經濟發達 環境因素改變非常大 它到處都是冷氣 香港有人開玩笑 要冷凍之度 要冷凍的凍 到處都是冷氣 太冷了 冬天大家都會很注意保暖 但一到夏天 就會常常坐在冷氣房 又會喝冷凍 孫豐說 很多病人都有這種習慣 所以跟寒濕相關的病症 反而在夏天見得更多 除了感冒和鼻敏感 寒濕還會引起關節痛、腰痛 有人說風濕病都是老年人發的 年輕人沒有 實際上不是這樣的 你只要寒濕多 在達到一定量的時候就有 而且是你每年都在寒濕 寒濕寒幾十年 最後形成這樣的病症 寒濕病症就特別難以 正常如果沒有冷氣的環境下 你穿短褲、短裙、光脚 是沒問題的 但是因為你有冷氣 把這個環境變了 你要根據變化 所以一入有冷氣的地方 最好都是披上熱外套 可以的話就不要把冷氣溫度調得太低 在飲食方面 香港始終是熱帶地方 夏天進食一些比較涼的食物 解下雪其實都沒什麼問題 不過孫豐提醒 寒涼的食物不要進食過涼 而水果最好就不要雪凍來吃 夏天燒暑湯水 一定不少得冬瓜湯 冬瓜性味比較涼 如果怕喝得多會傷脾胃 中醫師就建議煲的時候 可以加少許薑 薑屬於溫性 可以製行冬瓜的涼 這個小貼士在煲菜湯的時候 都適合用的 我們以後會看這個小貼士 帶到我要有一個小貼士 記得啦 我們可以看看 我們要去看以及吃天草 我們要不要生氣 帶個小貼士 去看 中醫師 在各方的生態 你也好 看到 我們有一個小貼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